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有时候当病人走到最后的时候 家属可能他们的观念 有些人觉得 就让他自然的 这样子 所以希望最后是用爱来圆满这样的一个生命的一个终结 这样子 带来的是给这个家是和详的和谐的 那另外还有的就是电话的 就比如说有一些他们在安宁志工 我们需要有经过培训 就对安宁的观念要很clear 要很清楚 去做家访要怎么做的那种 所以我们也同时在培训着这个安宁志工这个部分 所以今年是第一届 那明年我们希望能够持续的培训更多的志工出来 那因为2019年到现在为止呢 我们今天我还问了我们的秘书 我们今天到今天为止 一共有接待了多少个个案 那就是有200个个案 就已经接待了200个个案 还有22个是active的 其他的是close far了的 那close far就means that they are expired lady 就是他们已经就圆满的 对对就是这样 所以这是我们想做的继续做的这个部分 那因为我们目前来讲有自己的工作 所以明年我们时间上会调整 比较松动 因为未来我们很希望能够直接到医院接洽 就是很多病人他们紧急要带回家的时候 他们不懂找谁 不懂要怎么办 而错过了把病人带回家的那个病人的医院 他想要回家 但是就来不及带回家 因为没有这些器材 他们不敢带回家 所以就让这个家人家属留下一种很多的遗憾 所以这也是我们想要努力的部分 就是未来有更多的时间 我们想要到医院 就是不管是肌软的还是古来 还是哪 就是让他们 我不知道那边里面的运作是怎样 可能待会可以跟大家学习 或许就将来他们有我们的电话 可以直接交给家属 可以第一个时间就联络到我们 我们很希望能够这样子的一个可以更快速的帮助到 支援到这样的一些需要的家属和病人 这目前我们在做的 跟未来来讲 其实我也很希望像我的恩师 我的恩师在台湾生死学的恩师 就他都一直很希望有一个田园式的生命案 就是让别人生命末期的病人在那边 就是被照顾或者是在那边 因为很多人家里的环境可能不允许 其他种种的原因不允许 那其实我还蛮希望有这样的组织 能够去做这样的事情 那我们比较倾向在医疗器材的支援之外 还有就是心理的整合的这个部分的支援 能够直接的就对接这样的一种支援 能够有安宁志工 因为就未来会有更多的安宁志工出现 去做这一个部分的整合 所以这是我们目前 有点午餐 我们才能够失识 但是我们在想念 stock这是我们现在 热的 哦 这玩意